紅色這個 誰會在這 然後紅色這個就是所謂的領導 我要給你看崩塌的地方 如果這邊有崩塌 這邊有崩塌 我們必須要花那麼多錢 去弄一個發電量 只有1.6的發電量 要蓋 必須蓋嗎 還是覺得是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省了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還有我們的萬榮部落的安危 你們實在是我不太願意在董事長面前講你們 但是我覺得你們有一件事情不應該 原機法已經告訴你們了 要取得部落的同意 長期以來萬榮部落跟這個電廠是最息息相關的 他們每一場的部落會議全反對 沒有同意過 甚至於還有地方的環保團體 也跟他們站在一塊反對你們 但是你們現在變聰明了 你們就告訴明利部落 明利部落是在這兒 他跟他離很遠 而且跟這件事情離很遠 他們現在去說服明利部落說 我們如果這個電廠要做的時候呢 我會用到你們的土地 那你們的土地我們會蓋路 那因此你們會得到受益 對明利部落的人來講 他有三個部落 我們叫做明利村三個部落 他在想說 這個如果崩塌跟他們沒有關係 但是他們卻可以因為蓋萬里電廠 開路然後得到收益 他們當然OK啊 所以他們現在的做法 就要把明利部落的人 他比萬榮村的人還多 讓他們來做這件事情的表決 同不同意 因為你們現在已經造成兩個部落在打架了 撕裂 跟你講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有利益的人在裡面 已經主動要去發動明利的人 就一定要同意 然後呢 這邊的人就不同意 部落裡面開始撕裂 甚至是親戚 然後對他們來講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的特助就講了 他們是長期會受害 這邊是可能三五年 短暫的 OK 事實上是不公平的 但是呢 有心人 我在講有心人 當然有心人是有權力的人 他就一直發動 不斷的講這個 不斷的叫你們去做說明會 所以董事長 我的建議 就是今天是說 到底要不要蓋這個 歇保電廠 他的經濟效應 還有環境評估 並還沒有完成 所以希望相公所 在找你們去開會議的時候 你們就告訴他 還沒有完成 第一階段 環境評估 所以呢我們也沒有辦法 你先把部落不要吵架 這樣子 看起來這個前面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還沒有完成 他大概走到一定程度 對 要不然不會去動 但是我們可以再 再去確認整個計畫的安全新聞 這個部分我其實要去看 是 在這個還沒有看完之前 他如果相公所那邊 要開部落會議 他們站的話 對啊 你們就可以跟他說啊 不要那麼擠啊 你不要讓部落的人 產生對立 因為這個計畫要推動 這個計畫要推動 如果部落要支持 計畫才會成功 是 那部落那邊有疑問 大家要把話講清楚 假設說 這個溝通以後 看過以後 甚至大家去看現場以後 看白 可以做修正 那個時候再往下走下去 那如果還沒有共識之前 計畫不要記得推動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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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照顧